孟晚舟回来了 举国欢腾 中国都明白 我们这次与美国的斗争胜利了 在这次与美国的艰苦斗争中 我们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让美国低下了他那霸权的脑壳 美国一贯因损缺的无底线 但在中国面前 其协注定压不了我们的政 因为 我们有维护正义的能力 孟晚舟事件呈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美国司法体系 据公开披露信息显示 扣留孟晚舟的行动是由美国司法部签署 然后由美国法院走司法程序 依据所谓的美加引渡条约 要求家方扣留孟晚舟并将其引渡到美国 毫无疑问 这次事件对中美关系影响很大 但作为国家总负责人的总统特朗普 却在事前一无所知 至于加拿大政府 根据总理特鲁多后来披露 他是在事前几天得到消息 那么 这一切的总策划又是谁呢 根据从各种披露的信息推断 大概率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博尔顿在他离开白宫后 出版的新书白宫回忆录中透露 特朗普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 认为这会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 要求赶紧释放孟晚舟 但是博尔顿告诉特朗普 特朗普的粉丝喜欢 后来就没有释放 但特朗普对外第一时间的表态 是这是可以交易 特朗普最初的表达证明了 他的确是前部知情 特朗普甚至一度有意取消对华为的制裁 但同样是博尔顿和其他几名白宫官员 联合起来劝阻了特朗普 并说服其加大对华为的施压 孟晚舟被捕后 博尔顿第一时间表示 她早就得到了消息 由此可以看出 孟晚舟准备出发到加拿大前 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准确情报 并做出了要求家方扣留孟晚舟的决定 那么 扣留孟晚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是汇丰银行提供给美国的一份2013年的PPT 美国指控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这是典型的长笔管辖 在给美国情报部门提供这份文件前的2012年 汇丰曾被美国抓到了帮助墨西哥读消息前的把柄 于是媒体纷纷猜测 汇丰之所以提供这份文件 有讨好美国政府为自己洗脱罪名的嫌疑 不仅如此 博尔顿还和汇丰银行有金钱往来 汇丰银行曾邀请博尔顿演讲 并给予博尔顿高达33万人民币的报酬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次孟晚舟的扣留事件 很可能是博尔顿以国家安全为由做出决策 然后由美国司法部签署 在美国法院走了程序后 要求加拿大根据双方签署的引渡条约来引渡孟晚舟 而美国则试图通过扣留孟晚舟来迫使认证非就范 扣留孟晚舟很可能是博尔顿的自作主张 而她事实上在很多事情上都自作主张而架空了总统 这让特朗普非常不爽 2019年以后 特朗普就多次在公开场合 否定博尔顿的外交政策和主张 两人的分歧彻底公开化后 2019年9月10日 任无可忍的特朗普解雇了博尔顿 孟晚舟从非法扣留到突然释放 过程都来得突然 扣留是下边的人不报告总统直接扣的 释放则是掌握权力的官员 以迅雷不及掩耳知识给放的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孟晚舟在宣布后立刻回国 中国政府的包机 甚至都不走美国阿拉斯加的领空 而是直接从加拿大过北冰洋 俄罗斯飞回中国 孟晚舟事件让我们看清了美国做事毫无底线 下面的掌权者为了政治目的 甚至可利用所谓法律程序为所欲为 孟晚舟回国 是很多人没想到的事 主要有两点没想到 一是美国和加拿大会放人 三年前美国只是加拿大扣押孟晚舟 是准备要狠狠敲诈华为和中国的 但耗了三年 美国半点好处没唠到 空手放人确实很出人意 第二个没想到的是 美国和加拿大会放得这么快 在八月份举行的最后一轮听证会结束后 加拿大法院还说要在10月21日举行下一场听证会 按照这个时间线 孟晚舟此时归国 比大众心理预期的时间提前了很多 但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这只能说明一点 中国人是打不倒的 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美国要想通过强权迫害中国人 打压中国企业 遏制中国发展 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 孟晚舟案是美国一手策划的政治绑架案 目的就是为了打压中国的华为 为美国对华贸易战增加筹码 关于这一点 特朗普说的很明白 2018年12月11日 也就是孟贝布十天后 特朗普曾公开表示 如果孟晚舟案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 或有助于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她就可以干预 所以这起案件从一开始 就不是一起纯粹的法律案件 美国抓人不需要理由 放人也不需要理由 孟晚舟回国后 有人猜测她是不是与美国达成妥协 因为她在获释前 以视频的方式 参加了美国司法部门组织的一个会议 签署了一份延期起诉协议 按照协议 孟晚舟不会被美国进一步起诉 美国也将在14个月后撤销对她的指控 从法律上讲 延期起诉协议不涉及认罪问题 即在延期起诉协议当中 被起诉的一方是无罪的 这是前提 这就意味着 她是在无罪的情况下获释的 由此可见 拜登这次是真的妥协了 特朗普闯祸 拜登来源 就像是在给前任擦屁股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一 美国从孟晚舟身上 榨取不到任何实质利益 美国只是加拿大扣押孟晚舟 无非是看中她的华为副总裁 任正非女儿的身份 美国原本以为只要通过一些手段 逼迫孟晚舟认罪 那么美国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对华为进行长臂管辖 并且以此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 但孟晚舟的坚强出乎了美国人意料 她曾带着电子镣铐在加拿大法庭上 说了一句大义领然的话 我不怕死 但绝不会让华为和中国蒙羞 孟晚舟报定 即使把老底坐穿 也不认罪的决心 跟美国和加拿大斗争 而她的父亲同样也做好了永远也见不到女儿的准备 如此一来 孟晚舟就对美国失去了交换价值 孟晚舟和华为都不会以她的人身自由做利益交换 到头来 美国什么利益都榨取不到 即使把她引渡到美国 除了增加司法负担 增加美国的耻辱 还是得不到半点实质利益 基于此 放人就成了明智的选择 也是无奈之举 而且此案拖得越久 对美国越不利 美国放人的台阶就越难找 第二 中国占据道义和实力优势 让美国不得不低头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孟晚舟回国时所说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祖国永远是中国公民最坚强的后盾 在营救孟晚舟过程中 中国政府所展现的意志和实力 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中国政府通过于论引导外交互选等措施 对美加的政治绑架本质进行了深度揭露 并且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屡次声讨美加暴行 为孟晚舟争取到了法利益到以上的支持 在中国的影响下 如俄罗斯、菲律宾等国家都曾公开声援孟晚舟 除了释迦舆论压力 中国政府的实力反击也是压垮美国的主要因素 在中美数次谈刊中 中国一直都把释放孟晚舟等问题作为中美和解的前提 如果美加不放人 中国的斗争就会继续下去 从阿拉斯加会谈到后来的天津会谈 美国本来还想凭实力教训中国 但却被中国对得哑口无言 为什么中国对美国对得这么畅快淋漓 就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在那摆着 中国用三个月时间控制了疫情 而美国按照现在的能力 可能三年都控制不了 这是国家治理实力 与中国打贸易战之前的2017年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87万亿元 三年后的2020年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升到了2.2万亿元 这是经济实力 美国在南海挑逝 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结果无一果响应 这是外交实力 第三 美国的诚意还需要时间检验 跟中国斗了几年 美国是不得不低头了 因此才有阿拉斯加会谈和天津会谈